原陆军第六军团参谋长吴松林少将原本预计在3月1号接任总府的副市委长 但是现在却传出早在2月24号就被鉴请注销 也就是说还没上任就被拔关 而他这样的任期也创下总府副市委长任期最短的历史记录 原总府副市委长李庆然晋升中将之后 吴松林以资积分最高互选 在2月20号前往总统府见习并进行职务交接口才四天 都还没上任就被鉴请扯销 这只是一个说法 这军队派系非常重不好 他要申理有一百个理由都可以申理 他不要申理他可以找一百个理由你是不适合的 他被指控了包括不当使用行政事务费 违规使用公务车甚至论文抄袭等等传闻 前两者恐怕会涉及到像贪污或不法 设计前就黑海满天飞 甚至还拿前前职务的纪案检举 显见是有备而来 应该是经人令派了之后 有收到相关的检举 那这个检举其实也还在调查当中 那只是用最高标准的话 先让他调离限职 近日接获反映 吴少将在一百零九年任职期间 宜设有未一规定使用公务车等情 本部秉持误网误众的原则 建请先行注销调任总统府 副市委长的命令获准 无独有我六年前也接连爆发女示威官布人 及总府女武官被性骚事件 从逃射风暴到黑寒平传 从国军到国安总府的派系逆斗 恐怕比武安工作更加惊心动魄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